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简单地缩理一下这样一个历史 第二个方面我们想主要就文化创业产业或者说创业产业 它的发展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做一些思考 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能想在整个一个全球的语境下 来思考中国的文化创业产业 它到底应该怎么样发展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交流第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海作为创业城市 那么创业城市它有很多很多标志性的东西 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联合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是尤里斯库 它在2004年10月成立了一个创业城市网络 就是在全球成立了这么一个创业城市的网络 这个网络大家看 它是分七大类 第一类就是设计之都 文学之都 音乐之都 民间艺术之都 电影之都 媒体艺术之都 美食之都 就是分这七大类 它开始对全球 特别是一些国际性的大城市做考察 然后你要申请申报 申报经过专家各方面的考核 如果你够条件了 它就有可能呢 就给你送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 也就是你就可以正式加入它这样一个网络的体系 那我们上海呢 在2010年的2月 也就是去年的2月份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属于设计之都的称号 当时我们上海的报纸啊 做了很多很多的宣传 所以大家如果看 我们如果能够看上海的这个十二五的发展规划 或者上海的十二五的文化产业 或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 它都会提到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上海现在有一些关键词 我觉得我们大学生也应该了解一些 像我们现在提的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八个字吧 最近建长90周年 大家如果在上海各条马路上可以看到一些刀旗 上面就有这八个字 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四个中心 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 诸位同学有多少同学能够把四个中心说出来 就是上海的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 是哪四个中心 有没有同学能够说出来 然后呢 我们九次党代会还提出一个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这个四个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都是上海 我曾经在社会宣传部一个会议上曾经提出过 我觉得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它应该是和四个中心是并列的一个任务 所以你看上海十二五发展规划 它就会把这个国际文化大都市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我们是觉得 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还有什么中心啊 行业中心 还有呢 贸易中心 这四个中心 其实我们应该提什么啊 我觉得应该提文化中心 但是我们没有提 大家知道二三十年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的上海 它不仅是中国 而且是远东的 甚至是亚太地区的文化中心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敢提文化中心啊 当然有很多很多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认为北京的文化发展 特别是它的电影啊 电视啊 它的文学啊 它的艺术啊 好像已经超过了上海 所以我们现在形成了北漂 就很多文人 艺术界的人 如果你要成名 你恐怕要朝北京去 叫北漂 现在有没有南漂啊 有没有海漂啊 其实也有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如果大家注意一个现象 近期上海的文化 有一种扬眉吐气质感 我不知道我们同学看不看电视啊 从 从这个月的 从这个月的15号开始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 黄金尺段 所谓的黄金尺段是什么时候啊 就七点半开始 由上海电影集团制作的电视剧 开天批地 就在中央一套的黄金尺段播出 它也是 我们 国家广电总局 它推荐的 纪念建党的 90周年的 10部电视剧中 排在第一位的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知道在这个电视剧播出之前啊 浙江有一部电视剧 也是在中央一套黄金尺段播出的 已经播完了 它是 这叫中国1921 应当说拍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 上海的这部开天批地电视剧 它是占据了黄金时段 黄金时期 也就是在七一前后 也要播我们这部电视剧 所以现在上海 市委宣传部啊 上场下下都非常 感觉都非常好 然后没吐气 就是上海 历史上 应当说在 90年代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上海的长篇电视剧 能够在央视 这么重要的时段播出 是没有过的 还表明了上海的文艺事业 或者上海的文化 它开始了一个新盛阶段 我是 在几年前 我就在 我对上海的文化的股价 比国内很多学者 甚至比我们自己 上海的一些零干部 包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 比评价 我认为是 我是评价的高一点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观点 北京的文化 它更多的是 自上而下 它更多的是 体制内的文化 上海的文化 更多的是 自下而上 它更多是 市场化的文化 所以它的生命力 它的成长性会更强 我在几次会上就说过 我觉得上海 在下一轮 也就是十二五期间 它可能会赢得 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也就是会产生 大量的好的作品 好的艺术家 这种可能 当然也会 也有一种急剧的形式 也有可能 外地的艺术家 到我们这儿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 我们虽然是文学院的学生 但是我们可能要对 上海 不说全国 它这种文化的 发展的状况 要有一些了解 有一些了解 你以后的定位 你的发展 可能会更有的 更有针对性 那么大家看看 我刚才说的是 踩得有点远一点 那么上海在去年的二月份 申请了一个设计制度 当然这比批下来的 当然这不是第一个 不是中国的第一个 中国的第一个城市 设计制度是谁呢 是深圳 深圳是在08年 得到的设计制度的称号 大家可能会问 深圳怎么会超过上海 实事求是讲 深圳在设计产业方面 它已经超过了上海 但这个超过 是在产值上的超过 但是它的设计的人才 设计的学科建设 包括设计的影响力 它还不至于超过上海 它不可能超过上海 那么上海 为什么没有先于深圳 得到这个称号呢 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四博会 四博会给上海 赢得了很多声誉 赢得了很多影响 但是四博会 也耽误了上海很多事情 因为大家集中精力去搞四博会了 所以设计制度就放下来了 四博会结束之后才启动 所以我们是 大陆的第二个设计制度 当然四博会 我顺带说一下 还对我们产生一个影响 就是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 现在有两个文博会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吧 什么叫文博会 一个是北京文博会 还有一个是哪个 肯定不是上海 也不是杭州 深圳 北京文博会 深圳文博会 北京的文博会是在 是在上半年 深圳的 北京的文博会是在下半年 深圳的文博会是在上半年 它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就是文化产业博览会 那么大家说 上海怎么没做 上海是肯定要做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 我们要办四博会 所以把文博会推迟了 那么上海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 明确写到 要 要办文博会 那么我估计呢 据我所知 现在还没有开始筹备 还没有提倡议事日程 我估计可能是明年筹备 也就是一二年筹备 可能最快 一三年开 上海的第一届文博会 那文博会一开就不得了了 上海的文博会一开 肯定是应该是 跟北京文博会 和深圳文博会 肯定有不同的特点 上海 因为它肯定应该是 四博会开之后 它肯定是全球的一个会展中心 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一个会展中心 在文化方面 如果没有文博会 那是一个缺憾 所以上海在制定 十二五的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规划的时候 一开始没有写文博会 我在讨论的时候 提出过这个建议 我说文博会一定要写上去 不写上去是不行的 那么除了上海以外 上海深圳市设计制度以外 那么我们中国呢 目前还有几个城市 一个城市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成都 成都应该是什么都啊 应该是什么都啊 美食制度 成都申请了一个美食制度 我们还有一个城市 申请了音乐制度 大家说应该是哪个城市 哈尔滨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说明我们在座 我们同学对哈尔滨不了解 你了解哈尔滨的历史 就知道哈尔滨 它应该是音乐制度 那么上海目前 中国目前就是这么几个城市 加入了联合国的创意城市网络 那么作为上海 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设计制度 它这个称号应当 加入了创意城市网络 应该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应该有重要的意义 这个重要意义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说明上海 已经进入了全球创意城市的阶梯 就是它已经进入了 这个创意城市的一个视野 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标志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恰好是和四伯会 是一同展开的 那我曾经 我曾经有过一篇演讲稿 是在解放 应该是解放日报 思想者里面登的 我曾经在我们上大的 影视技术学院讲过一次 讲过一次 就是我提到上海的四伯会 上海举办四伯会 它对上海城市的文化空间的生产 产生了一些影响作用 大家知道我们在座 可能有许多上海同学 我们知道上海一向是 封为浦东浦西 对不对 那在南浦大侠建立之前 在陆家贼开发之前 那浦东浦西人是不要到浦东去的 还有很多谚语 您要浦西一张床 不要浦东什么 一间房 也就是浦西的质地 要远远高于浦东 但是大家看看90年的开始 浦东开发 大桥飞驾 那浦东的面貌 幻然一新 那么现在浦东的房价 当然南汇啊 这些地方肯定还是便宜一点 现在应道说 它已经和浦西并驾起去了 大家也知道 上海是1843年开铺 也就是殖民地 这个租界开始 那么上海的发展 是从外滩开始的 城隍庙 外滩 开始 那么外滩开始 这个租界 阴租界 美租界 法租界 我们经常看 有些人在文章中 或讲课中 说日租界 大家注意啊 上海没有过日租界时期 只有阴租界 美租界 阴租界 美租界 后来合并为公共租界 然后就是法租界 法租界是哪些地方呢 像我现在工作的单位 上海戏剧学院 这边朝东一大块 主要是楼湾区 它基本上是法租界 所以你看 法租界地区啊 现在有很多梧桐树 为什么有这么多梧桐树啊 就跟法租界有关系 那么上海 它这个1843年开铺之后 它的发展是 沿着这个苏州河的河口 一直朝上游发展 所以大家看看 苏州河 它其实 为什么我们说 苏州河叫上海的母亲河 我记得前年 在世博会召开之前啊 上海电视台拍过一个 纪录片 就是苏州河的纪录片 当时 请了很多专家 去做 做自询 做自询 那么 在这个片图的开始呢 采访了一个专家 这个专家就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李天刚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这个 这个教授吧 李天刚 他是研究上海史的 也是研究上海史的专家 采访他 他就提到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 后来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呢 这个电视台又开了一次专家讨论会 那么有一个专家 也是研究上海史的专家 他就提出不同的质疑 他说你们这个电视片 出了一个大问题 把电视台的这个领导吓了一跳 然后就问他什么大问题 他就说 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就是把苏州河叫什么 上海的母亲河 他说这个不对的 他认为上海的母亲河应该是黄埔江 那么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 我说我不赞同你这个观点 我上海的母亲河应当是苏州河 而不是黄埔江 就像我们中华民族一样 我们现在都说什么 黄河是母亲河 当然也有一些文献 一些说法是长江也是母亲河 我说这个母亲河 它一定是一条河 它一定不能叫江 但我还说了很多很多理由 主要是从上海的城市 它的发展 特别是近代以来它的发展 就是强调苏州河的重要性 最后文会新 这个解放新民晚报的一个记者 很有名的一个记者叫玉良心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是新民晚报的首席记者 他专门为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采访 大家基本上有个共识 还是认为 认为苏州河应该是上海的母亲河 那么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上海从1843年开曝以来 甚至一直到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 上海的发展是以普西为主 同时是以苏州河为中心 上海所有的发展是以苏州河为中心的 最大的标志我下面会讲 苏州河两岸以前完全是工厂 我们叫沪西工业代 那么它代表了上海在80年代 甚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 它作为一个工业城市 作为一个工商城市的历史 那么世博会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提出一个作用就是 它是上海的城市发展的重心转移 或者说由苏州河时代 过渡到黄浦江时代 也就很显然 世博会之后 上海的发展 从空间生产上 它要过渡到浦江两岸 而不仅仅是苏州河两岸 我这个观点呢 好像虽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我也做过几次 在不同的地方也做过几次演讲 但是呢 好像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影响 所以没有很多人关注 但是呢 这也说明我们上海 它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现在我们很多人文学者 对上海的城市空间的研究 是不足的 我们现在有搞规划 搞建筑的一批学者 他们仅仅从规划建筑方面 来研究上海的城市空间生产 但是我们很多人文学者 他特别是社会学者 我们对上海的城市的空间生产 研究的不多 局部的研究比较多 很宏观的研究不多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关注这些东西 那么上海的创意产业发展 我们说大约是有十年的历史 也就是从上个世纪的末开始 大约十年的历史 应当说它这个发展 基本上是和西方发达国家 是同步的 就晚不了多少 西方国家一些创意产业的理论 一些提法 一些做法 很快都会在上海实践 会介绍 那么所以我说 上海加入联合国的创意城市网络 以及四伯会的召开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标志着上海开始的创意城市的历程 或者说历史 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想 我们回顾一下上海的创意城市的 这个十来年的一个历史 到现在为止 我只是一些简单的描述 到现在为止 也是到去年底 大家注意 我们上海总共有 80家创意产业集职区 我们简称创意园区 这个创意园区呢 它是上海市金信委 金信委这个机构 大家应该了解 它叫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以前叫经济经委和信息化委员会 现在呢 这两个单位呢 都合一了 叫我们把它简称为金信委 就经济信息化委员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要由这个部门 它是主管上海经济发展的 它授予了到年底 2010年年底 总共是有80家创意园区 传称叫创意产业集职区 那么上海市委宣传部 受过一次牌 就是15家文化产业园区 当然这15家和80家 加起来是95家 但是这中间呢 有重复的 也就是说 有的既是创意产业集职区 又是文化产业园区 这些大约90来家 90家不到 它总共的面积 建筑面积是270万平方米 入住的企业是8200多家 从业的人员是15万多人 吸引的资本 社会资本 大约70亿 这个规模也是很大的 规模也是很大 但我们说 上海的文化园区 或者创意产业园区 除了这受牌的 90家左右以外 其实远远不知这么多 我们说 如果没有受牌的 大凡是类似的 这种集职区 我们做过一次 不完整的统计 大约有四五百家 那是非常可观的 非常可观的 北京呢 跟上海比 它有一个特点 北京的受牌的园区 非常少 也就那么 到目前为止 可能10家左右 但是北京的园区 它做了一个统计 大约200家不到 就在园区建设上 北京 上海是超过北京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跟大家一起 看一看 这些园区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园区形成的历史 或者这个集聚的历史 它大致能够看出 上海近十年来 创意产业 或者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的一些路径 八号桥 八号桥非常重要 也是上海 比较典型的创意产业园区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 去过没有 我们生活在上海 其实有时候很可怕 用一个哲学家的语言来说 我们是在而不属于 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上海 但是我们不属于上海 为什么 上海发生 每天发生的人和事 每天上海的很多地标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了解 我们全面了解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时候跟我们相关的 我们也不了解 每个生活在大都市的人群 都有这种概念 比如说上海的外滩 上海的淮海路 南京路 其实我们不大去的 我们往往什么时候去 外面来了朋友 来了同学 我们陪他去 但是我们作为研究文学的 或者从事创意写作 对这个方面有感觉 有兴趣的同学 我们应该融入到这个城市 应该多多了解这个城市 你才有参与感 你才有归宿感 否则我们永远对这个城市 没有感情 我们永远认为这个城市 跟我是各模的 我是九一年到上海 大家看有多少 二十年了 对不对 但我现在 我从无交场 开始生活在无交场 然后从去年开始 到了上海市中心 戏剧学院 大家知道在华山路 竟然是最中心的地端 但是我总感觉 我不是上海人 我跟上海没关系 我只是在上海工作 生活而已 融入不了上海的这种文化 虽然我现在 研究上海文化 但是还感觉到 自己没有融进去 所以我尽量要 多多地参加上海的活动 参与上海的一些事件 这样你才有感觉 你才能真正对上海的文化 进行一些研究 否则你这个研究 可能就是各模的 你说不到点子上